4月11日,香港警务处向传媒介绍改良版自动车牌识别系统的应用情况,并展示其操作过程。 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法律检讨及策划组警司程世良称,该系统自3月底使用至今,已读取超过10万部汽车,开出215张定额罚单,拘捕15名司机。 读取数量已远超去年全年总和,效率较以往提高50倍以上。 城市两口中的改良版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于3月23日投入使用,首批系统被安装在8部交通部日常执行的警车上,在警队进行巡逻的同时,在全港5个交通总区进行流动性扫描检测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警车车身共设两个摄路镜头,当有车辆经过时,系统可在数秒内对其车牌进行扫描,并与资料库进行比对。 一旦发现车辆可疑,警员可随时截停车辆做进一步调查。 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法律检讨及策划组署理总署长郭超义介绍,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主要针对四大类型车辆,为领牌照车辆,车主已被取消驾驶资格的车辆,登记车主有未执行的交通拘捕令的车辆,被盗车辆。 有关数据显示,2018年,该系统共识别车辆33,096步,开出10张定额罚单,拘捕两名司机。 使用改良版的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后,三周内系统已识别车辆108,383步,开出215张定额罚单,15名司机被捕,被捕原因包括卫领牌照,停牌驾驶,甚至独后驾驶和藏独等。 古潮已称,在接下来的2020年,会对17步新的警车安装流动式的自动车牌识别系统,未来将在系统中加入被通缉人士的车辆,协助拘捕,一步排除会在隐形战车中安装该系统。 据了解,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于2015年3月开始执法,改良前采用定点式操作,需要警员在马路边设置脚架,检测设违规行为的车辆。 新一代的流动式系统在驾驶中便可知情,全程只需最少两名警员便可完成。